我站在酒店洗手池旁,不停地拨打着周子森的电话,但始终没有人接。 今天是早就定好的日子,为公司的顺利上市举办庆功晚宴。 可是直到晚宴结束,身为公司老总的周子森始终没有出现。 而作为她的妻子,我从下午开始就一直联系不上她。 看着满屏的未接通电话和聊天矿里单方面的信息,我的心中乌云密布,在烦躁的同时也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浮上心头。 正当我准备锁上手机的时候,周子森给我发来了一条视频。 我瞬间就意识到了什么,但还是深吸一口气,点开了视频。 周总,我和沈总谁更好? 当然是你了宝贝,那个无趣的女人怎么有资格跟你比。 我颤抖着手退出,暗下所评鉴。 突然一阵恶心的感觉向上翻涌,我在水池边不断干呕。 我最终停在房间号为一千三百一十四的门口,握了握拳后,抬手敲响了门。 不是说了不需要客房服务,一个熟悉的男生从里面传出来。 我没有理会,继续敲门,我听到里面的人骂骂咧咧地走向门口,门猛地被拉开。 谁呀? 那张脸上的神情一瞬间就从愤怒与不耐烦变成了慌乱与不安。 知义,你怎么来了? 我没有回答,直接用尽全力,一巴掌呼在他这张虚伪的脸上。 周子森的头歪向一边,不可置信地愣住了。 他瞪大眼睛看着我,好似要冲我发火。 子森,怎么还不来呀? 杨靖焦嘀嘀的声音从房间里面传出,像一盆冷水,当头焦在周子森身上,他一下就哑了火。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还什么都没说,他先乱了阵脚。 我和杨秘书有点公事要谈,我们简直可笑至极,谈公事谈到酒店去了,把我当傻子糊弄吗? 我静静地看着周子森表演,听着他绞尽脑汁说出的那些苍白无力的辩解,我越发觉得自己十年的青春喂了狗。 总之,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 老婆你要相信我,我真的很爱你。 她的话音刚落,一双手出现在我的视线里,那手在我面前这微微发福的肚子上环了一圈,手指上腥红的指甲油,让我感到刺目。 什么事情弄了这么久啊? 周子森的身子陡然变得僵硬无比。 时间仿佛静静了一瞬,随后她猛地激动起来,用力抓住那双手向后甩去,同时快速向我的方向靠近。 你这个贱女人又来勾我,我不是早让你收了这份心思吗? 周子森指着杨静痛骂,好像很愤怒。 我看见杨静愤在原地。 在眨眼,她已经摆出一副渲然欲滴的神情,仿佛才看见我一般。 沈总,对不起,我只是真的太爱子森,周总了。 眼泪争先恐后地从她的眼眶里跑出来,她一下一下抽气着。 周总这么好的男人,只钟情于您一个人,您千万不要误会她。 他们一个莫名其妙的愤怒,一个装腔作势的垂泪,在我面前一唱一和。 真是好演技,不去拍电影简直浪费了人才。 只可惜他们的观众不应该是我。 不愿再看这样烂俗的戏码,我转身就走,等着签离婚协议吧,周子森。 咖啡厅内,杨静委屈地握着我的手,不断跟我解释说这一切都是她的一厢情愿, 说周子森从来没有动摇过对我的感情,说希望我们不要离婚。 我用力抽出被捏红的手掌,嫌恶地用湿巾反复擦拭。 就我们两个你还演什么呢? 视频不是你发给我的吗? 见我毫不留情地撕开她的伪装,她一瞬间就收起了要流不流的眼泪。 杨静拿出镜子开始补妆,故作高傲地嘲讽我,我也没有想到你这么果断,直接就要离婚。 所以你今天约我出来,想跟我说什么呢? 我们离婚不正好如了你的愿,不然你哪有机会上位? 我当然希望你们离婚,但子森说还不是时机,让我跟你解释解释。 哼,你知道是什么时机吗? 知道什么时候才是时机吗? 又是一个被周子森欺骗的女人,我看她的眼神里淡上一点同情,你觉得她爱你吗? 她当然爱我,我们已经在一起很多年了。 虽然不知道她在等什么时机,但我相信她很快就会离婚娶我。 居然已经很多年了吗? 我问的问题好像冒犯到她了。 她激动了一下,随即好像又想起了什么,露出恋爱中少女才会有的甜蜜与娇羞。 我看着她这幅神情,有些恍惑,现在的她和当初的我和其相似,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漂亮与优秀。 大学之前还有所收敛,上了大学以后,我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各式各样的男生的表白。 周子森在其中毫不起眼,无论是长相还是能力,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她在我的一众追求者里脱颖而出。 但她足够执着,整整一年,坚持每天早上给我送早餐,晚上陪我从图书馆走回寝室,风雨无阻。 恰好她温柔且细心,正好是我最喜欢的样子。 她会记住我所有的爱好与习惯,能够观察到我细枝末节的小动作。 在我每一个生理期前就准备好暖宝宝和红糖水,她能照顾到我敏感多变的情绪,轻易就能将我负面的心情赶跑。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温柔体贴渐渐开始消逝不见了。 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时间里,她的心早就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也很久没有体会过恋爱那时的心情了。 为了掩饰眼底的波动,我端起咖啡米了一口。 周子森对杨静又有几分真心呢? 看着对面人脸上露出的小女生表情,我仿佛看着十年前的我自己。 作为过来人,给你一句忠告,不要对爱情寄予太大的希望,尤其是不要太相信周子森。 你放心,我们可不一样,我不会不步入你的后尘。 我好心提醒她,却只换来了她的笔遗,没什么不一样的。 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会跟你出轨,就算和你在一起了,也不会安分守己。 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 她说,会娶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杨静,她这么有手段,勾引周子森偷星,还发视频,给我让我们撕破脸,没想到还有这么天真的一面。 可能这就是恋爱中的女人吧。 我们都结婚三年了,我的结局不也就这样。 婚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靠,真正能靠得住的只有你自己。 犹豫的神色在她脸上一闪而过,归根到底她还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你年轻漂亮,有能力有手段,不应该在周子森这棵歪薄树上吊死, 更不应该做这些违背良心道的败坏的事情。 我拿过包起身向外走,你自己想清楚就行,好自为之吧。 知义啊,工作辛苦了。 我给你和子森炖了老鸭汤,你们多补补身子,好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一回到家,周子森他妈妈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手里的汤冒着滚烫的热气。 我向一旁躲了一下,避开了险些泼到我身上的汤。 不用了吗?我和周子森打算离婚了。 为什么?他一下激动起来,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 怎么闹到要离婚的地步了呢? 他一手端着汤一手使劲拉扯我的衣服。 身后的门响了一声,周子森走了进来。 眼看那滚烫的汤水就要泼到我身上, 我后退一步,拉住周子森的手臂将它扯到我身前。 框当,陶瓷制的碗吊在地上碎裂成几块, 水花四处溅开。 而周子森心口烫了一大块, 水字还往外散发着热气。 他吓得像一旁跳了几步, 冲着他母亲大喊, 妈,你在干嘛? 对不起,对不起, 妈妈不是故意地他快速扯了几张纸, 不停地擦拭着周子森, 妈只是听之意说你们要离婚, 一时有些激动。 周子森看向我, 张张嘴想说什么, 却没有发出声音。 子森啊, 有什么矛盾咱就好好解决。 你先给之意道个歉, 夫妻俩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 没必要闹到离婚这个程度。 之意, 我真的知错了,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 我保证没有下次。 最近, 我们要离婚的风声被放出去了, 公司的股价跌得很厉害, 你也知道我们刚上市, 是啊之意, 你考虑考虑公司, 别和钱过不去。 子森都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他吧。 我冷眼看着他们一唱一和, 忽然感到很疲惫, 我真的早已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离婚的原因, 您不妨好好问问您的乖儿子。 这婚是一定要离的, 公司的股价, 我会想办法稳定, 不过这些, 马上就跟你们没关系了。 抖抖裤子上的水珠, 我绕过他们走向房间。 到底为什么非要走到离婚这一步吧? 什么叫马上就和我们没关系了? 沈志毅你说清楚, 我儿子到底怎么你了? 身后不断传来周子森母亲的质问, 我碰得一声关上了房间门。 公司才刚刚上市, 这次股价的下跌确实非常棘手。 我坐在办公室揉着太阳穴, 感到有些头疼。 门突然被推开, 婆婆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身后跟着阳静。 对不起沈总, 我说了要跟您通报才能进, 但他们硬闯, 我没有拦住。 秘书一脸抱歉, 我挥挥手让他先出去, 不打算追究。 妈,您这是? 婆婆把包放在我办公桌上, 摘下墨镜, 环视四周。 办公室不错, 小镜你还满意吗? 布局还可以, 但装修风格我不太喜欢。 阿姨您觉得呢? 还叫阿姨做什么? 直接叫妈吧, 反正你马上就要嫁给我们子孙了。 等你接手办公室, 妈找人帮你重新装修。 本来不清楚他们来干什么, 线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但我只觉得无语加可笑。 妈, 我和周子森还没离婚呢, 您就这么明目张胆地带着小三登堂入室。 什么小三? 生不出儿子的才叫小三? 你也别叫我妈了, 昨天不是坚持要跟我们子孙离婚吗? 我同意了, 早点办手续, 早点滚出我们家的公司, 他们家公司。 看来周子森从来没有跟他妈说明过现实情况。 我正欲开口, 周子森听到消息赶了过来。 妈, 您这是干什么? 别在公司闹, 先回家。 子森别担心, 你直接和这个生不出儿子的无能的女人离婚。 以后, 你和小静管理公司, 我来帮你们带孩子。 孩子? 什么孩子? 什么孩子? 周子森率先问出了我的疑问。 看来, 杨静是背着他去找的他母亲, 今天的事, 他也毫不知情。 当然是你和小静的孩子啊。 小静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 我找人算过了, 肯定是儿子。 哼, 两个月您就能肯定是儿子啊。 我痴笑一声。 杨静怀孕的消息确实打得我措手不及, 但也不至于让我乱了阵脚。 我本以为我们那天的谈话 能让杨静看清现实, 至少也能让他重新考虑 自己该选择什么样的路。 没想到关键时刻节外生枝, 路都是自己选的, 我只是稍微为他感到遗憾。 当然能肯定, 那位半仙算得可准了, 周子森他妈高高抬起头颅, 用鼻孔看着我, 像你这种生不出儿子的人, 只能嫉妒我们小静。 这话给我听笑了, 生不生得出儿子不是我们决定的, 是您儿子决定的。 别把责任推给我儿子, 小静马上就会为我生一个大胖孙子了。 你们赶紧去办离婚, 我不能让我儿媳妇搭着肚子穿婚纱, 更不能让我的乖孙儿在出生时, 他的父亲还有一个贱人老婆。 我抓起桌上的水杯, 将里面的水浸树泼到他的脸上, 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 好你个贱人, 像是瘦了奇耻大乳一样, 他愤怒地将手伸向我的脸。 积满污垢的长长的指甲, 离我的眼睛已经很近很近, 我下意识抬手抓住他的手腕, 他却在下一瞬间离我远去。 妈你够了, 带着杨静出去, 我有话跟知意说。 周子森将他发了疯的母亲 和不知所措的杨静推出门外, 顺务抽出杨静手里的衣袖, 无情地关上办公室的门。 老婆, 你别跟咱妈一般见识, 咱不离婚好不好。 周子森低声下气地找我商量, 却只字不提他犯下的那些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知道他不愿跟我离婚的原因, 不是因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也不是因为还对我有感情。 但无论出于什么理由, 这个婚我非离不可。 我从抽屉里拿出早上刚拟好的离婚协议, 摆到面前的桌子上, 示意他看。 他没有接, 只是好言好语, 但语气坚决地说, 我不会同意离婚的。 说完他直接走了, 大概是不愿听我说那些难听的言词。 如果周子森这边走不通的话, 那就只能从他母亲和杨静入手了。 我有些惊讶自己的冷静, 从一开的愤怒, 恶心, 伤心, 委屈, 到现在的毫无波澜, 这大概就是挨莫大于心思吧。 我是真的深深爱过周子森, 只是我们的爱情早已随着 他的背叛消失殆尽。 对于现在的我而言, 最重要的是守护住我这么多年的心血, 然后过上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 我以为我可以得到一个短暂的休息, 但进门后, 入目一片狼藉的景象刺痛了我的眼。 各式各样的包装袋满天飞, 散落各处的母婴用品, 让我无处下脚。 王姨, 麻烦把这些垃圾全都给我丢出去, 我忍无可忍地叫来家里的阿姨。 你凭什么? 这些是我儿媳妇和乖孙子的用品, 你也感动。 就凭这里是我家, 放在我家的垃圾, 我想丢就丢。 这房子也有子孙的一部分, 你无权做主。 房子是我婚前全款买的, 写的也是我一个人的名字, 离了婚这就完全是我的个人资产。 听了我的话, 周母脸上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情。 好啊你, 还没离婚就想私吞子森的财产了。 她伸出手不断推散我, 十分用力。 第一, 这是我的资产, 而不是周子森的, 财产划分是婚姻法的规定。 你有问题, 我们可以法院解决。 第二, 你也知道我们还没离婚, 现在就带着小三和还在肚子里的私生子登堂入室。 你小心我, 让你儿子离婚后一分钱都拿不到。 我挥开他的手, 一不小心把他推到在地。 但我没有要扶他的打算, 冷眼看着他坐在地上撒泼打滚。 杨静手忙脚乱地去安抚周母, 怯生生地看着我。 别装小白花, 我觉得恶心。 今晚睡觉之前, 我要看到你们幸福美满的一家三口, 一起滚出我的房子。 留下王仪监督他们收拾东西, 我回了房间, 妇女的谩骂, 小三的哭泣与打包行李的动静交织在一起。 我烦躁地坐在电脑前, 无心工作。 外面突然的嘈杂声突然增大, 紧接着我的房门被推开。 你回来得正好, 把离婚协议签了, 然后带着你妈和你未来的妻子滚出我家。 周子森额头上的青筋都要抱起来了, 之意, 我会让杨静把孩子拿掉, 会和他断得干干净净,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们不离婚好不好。 我还没说话, 周子森母亲反而先激动起来。 子森,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这是我孙子, 你儿子。 我不会同意拿掉这个孩子的, 你去签字, 现在就签。 我们暂时搬出去, 反正过不了多久房子, 公司都是我们的, 都是他们的。 我挑挑眉, 像看小丑一样看着他们。 妈, 你不懂, 总之我不会离婚。 你长大了, 不听妈妈的话了是不是? 妈妈就只有抱孙子这么小的一个愿望, 你也能满足妈妈吗? 他们一个卖惨装哭, 一个无可奈何。 是时候结束这场闹剧了, 周子森不愿意告诉你真相, 那就由我来替他说吧。 我们的婚前协议写得清清楚楚, 要是离婚周子森, 必须净身出户。 当然, 房子和公司本来就都是我的名字, 您的儿子其实只不过是个无能的废物, 没有我的话, 这个公司根本就开不起来。 我把离婚协议书丢到他们身上, 接着说, 签字或者我起诉离婚, 随你们选择。 以后, 你们在钱财方面就一无所有了, 但至少有年轻漂亮的妻子和聪明伶俐的乖孙儿, 已经足够幸福美满了, 不是吗? 看着不可置信的周母和失魂落魄的周子森, 我的心头一阵快意, 渣男和恶婆婆就应该什么都得不到, 最终周子森还是签了字,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商量的, 商量了些什么, 过程与我无关, 我只关心结果。 民政局前, 我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与他心平气和地说话。 一个月后, 等冷静期结束, 我们再来办手续。 知义, 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 我不是给你留了点钱。 周子森神色复杂地看着我, 我没有看他的眼睛。 再见了, 我转过身向前走去。 这句话不知道是对谁说的, 可能不只是对周子森的, 也是对我这么多年的青春, 这么多年的付出说的, 是对我失去的爱情和失败的婚姻说的。 谢晨走进来的时候, 我一直惊讶地看着他, 在电话里就能听出他的年纪不大, 但我也没想过他会这么年轻, 还这么帅气。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今年估值最大的上市集团董事长, 居然在外貌上也如此出色。 我吻了吻心神, 站起来向他伸出手, 谢总, 久仰大名。 他握住我的手, 力道有些奇怪, 但不会让我感到不适。 坐吧, 先点菜。 谢总, 关于合作的事, 合作的事情, 你放心, 一切按照你们的需求来。 我知道你们公司最近有些动荡, 在不损害我们公司利益的前提下, 我们会全力配合你们。 他的态度好到不能再好, 给的诚意也足得不能再足。 只是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主动联系我, 又为什么主动提出要帮助我。 毕竟我们无缘无故。 我问出了心中的问题, 谢晨笑了笑, 看向我, 眼里有细碎的光芒, 闪过, 你可能不记得了, 我们是大学校友, 我小你三界。 这我倒是没有想到, 不过大学校友这种关系, 值得这样的帮助吗? 我心中的疑虑始终没有消除。 但整个商谈过程中, 对方的态度始终如一, 最后拟好的合同也没有任何问题。 和周子森离婚的消息放出去后, 对公司造成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业绩的大跳水, 加上业务的收缩, 如果不能快速采取有效的措施, 后果不是我们这个刚上市的小公司能够承受的。 我咬咬牙决定赌一把, 选择了相信谢晨。 签好合同后, 谢晨忽然走上前轻轻抱住了我。 这个意料之外的动作让我愣在原地。 我推测, 大概是因为刚刚达成合作, 他在向我表示友好。 于是我回报住他, 看来天上真的没有掉馅饼的好事。 前脚刚签完约, 后脚我们合作的消息, 就已经满天飞了。 随之传播的还有那张拥抱的合照。 不知道是有人故意带节奏, 还是网友们看图编故事的能力太强, 谣言越传越离谱。 惊! 八一八豪门之间的爱恨情仇。 里面绘声绘色地描述了 我爱上谢晨从而抛弃周子森的故事。 情节跌宕起伏, 描写生动形象, 讲得煞有其事。 如果不是身为当事人, 我自己都快相信了。 我仔细观察了封面那张 我们拥抱的照片, 又联想到谢晨莫名其妙要上来抱我一下, 难道我真的看错人了? 那这次的合作会不会对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失? 别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次要, 但公司是我这么多年的心血, 它不能有事。 正想去法务部重新研究合同, 周母带着一大群黑衣人闯进了我的办公室。 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果然早就在外头找了男人, 还倒打一耙污蔑我们子孙。 一群黑衣排成, 一列堵在我的办公桌前, 强烈地压迫感令我心里有些没底。 我悄悄示意秘书去找保安, 同时稍稍放低姿态, 打算先稳住周母。 新闻里的事都是无中生有, 您冷静一下。 你还好意思让我冷静, 你自己在外面乱搞不肯承认, 反而把脏水泼到我儿子身上。 我看过你们的婚前协议了, 是过错方净身出户, 而不是必须只有我儿子这样。 不行, 你们的离婚协议要重签, 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是我儿子的。 他像个疯子一样四处挥舞手臂, 将我桌子上的东西尽数砸在地上。 我站在一边只能顾得上自己的安全, 直到保安涌进来维持秩序, 我才有机会开口, 到底是谁的错, 到底是谁倒打一耙, 事情的真相又是怎样, 这些都不是那些新闻说了算的, 更不是您说了算的。 我敬您是长辈, 无论如何还保持着对您的尊重, 请您也尊重一下我。 他不敢真的闹事, 一阵兵荒马乱之后, 我的办公室终于回归平静。 谢臣, 我觉得你欠我一个解释, 我拨通了谢臣的电话。 我也不想怀疑他, 只是他的援手伸得很奇怪, 而一切又是这样的巧合, 更何况出事之后他从未联系过我。 执意, 请你相信我, 我永远站在你这一边。 他的声音透着疲惫, 但又隐含坚定。 我沉默着挂了电话, 点开新闻, 却发现他们集团早就发了公告。 原来他一直没有联系我是在忙着收集证据, 澄清谣言。 公告里对比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时间动线, 除了他大学毕业那一年的某一次外, 我们之间真的毫无交集, 他的创业是我资助的。 我对这件事一点印象都没有, 但他写在这里总不能是假的。 周子森的电话打断了我的思考, 之意, 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好好谈谈。 我明天会去撤销离婚申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真是一个头两个大。 周子森,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回旋的余地呢? 你和谢陈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你放心, 我可以原谅你, 也可以不在意, 所以你也原谅我好不好。 你在说什么? 澄清公告你, 要是没看到我可以发给你。 你不用跟我解释了, 我都懂。 只是知意, 现在我们扯平了, 能不能不离婚? 我在这头沉默着, 不知道要说什么。 于是他继续道, 我真的爱你, 不想离婚也只是出于这个原因, 完全不是因为钱。 老婆, 你相信我, 以后我们都好好的行吗? 我闭了闭眼。 这么多年的情感和付出不是假的, 也不是不遗憾, 不是不可惜。 只是, 碎掉的镜子从来都难以重新圆满。 不想听他诉说那些忠常, 我静止挂断电话。 第二天中午, 和谢臣吃饭, 共同商讨公关方案。 他一直欲言又止, 我相信你, 不是这事, 知意, 你们是不是不打算离婚了? 我惊讶地挑起眉毛, 为什么这么问? 周子森去撤销离婚申请了, 他居然真的去了。 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突然发现自己理解 不了周子森的脑回路。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他怎么还执迷不悟? 这是他单方面的决定。 实在不行, 我会走诉讼离婚。 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 你一定随时找我。 他的语气很急切。 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但没有多想。 好的, 谢谢你。 离婚的事情一拖再拖。 认识周子森这么多年, 他一直是优柔寡断的个性, 从来没有这么坚定的时刻。 如果不是坚定地不同意离婚就好了。 无奈之下, 我选择提起诉讼。 但诉讼程序很多很长, 加上第一次准备不足, 没有判离, 我们的婚姻关系一直没有解除。 直到杨静找到我, 你不是毫不犹豫选择离婚吗? 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成功? 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你 未来的丈夫和婆婆。 她摸着自己已经十分突出的肚子, 全身上下都散发着母性的光辉。 我一直觉得孕育生命 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但很可惜, 杨静没有在合适的时候 以合适的身份去做这件事情。 这么久了, 我一直没找到你。 要是你不躲起来, 早就有机会嫁给周子森了。 我没有躲起来。 妈和子森说, 要我藏起来好好养胎, 防止你加害我的孩子。 我有什么理由要害你的孩子? 他是无辜的。 只是你想清楚了吗? 真的要带着孩子嫁给一个 一无所有还一无是处的男人。 听了我这话, 他证了一下, 他有房有车, 有一个这么大的上市公司, 为什么说他一无所有? 我心下了然。 当初告诉周母这件事的时候, 杨静并不在场, 看来他们都瞒着杨静, 打算先让他把孩子生下来。 我们离婚, 周子森会净身出户。 看见他呆呆地捧着自己的肚子, 我心中有些许不忍, 但还是继续发问, 你确定周子森真的会娶你吗? 他真的会对你好吗? 会的, 他会的。 我怀了他的儿子, 我找人看过了, 确定是儿子。 他妈妈盼了这么多年的儿子, 只有我能给他们生儿子。 他突然激动起来, 像发了风一样。 毕竟还怀着孕, 我不希望他有任何闪失, 只能不停安抚他。 情绪好不容易才稳定下来, 他又突然开始抽气。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泣。 也许是因为周子森即将变得贫穷, 他选错了路, 又或许是因为 他对周子森付出了真心, 而周子森没有。 说服了杨静出庭作证, 离婚变得顺利起来。 拿到离婚证这天, 阳光灿烂, 是个难得的好天气。 走出民政局的大门, 周子森还想跟我说些什么, 在看到等待着的谢臣后哑了声。 我也很意外他的到来, 但能够不听周子森说那些让人糟心的甜言蜜语, 意外就变成了感激。 你怎么来了? 来请你吃饭, 庆祝你成功脱离苦海。 他接过我的包, 轻轻推着我的杯, 走到他的车旁, 打开副驾驶的门, 示意我上车。 我被他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弄得有些猛。 明明是我离婚, 但谢臣的表现, 看起来比我还高兴。 突然之间, 我就明白了他做这一切的原因, 莫名其妙地找上我, 莫名其妙要跟我的公司合作, 拯救公司于水火之中, 然后积极帮我离婚。 只是这感情来得毫无依据。 加上这段时间经历的这些事情, 我对爱情早已失去信心。 谢臣, 我暂时没有打算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或许不是所有男人都和周子森一样, 或许谢臣真的会是个好的归宿。 所以我更不能耽误他, 便直截了当地拒绝。 执意, 我本无所求, 你不必在意, 做你想做的就好。 他专心开车, 没有看我。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也不好再开口。 有些零碎的记忆 从脑海中闪过, 但我什么都没有抓住。 财务部经历辞职的事情, 我本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沈济过来查账。 不知周子森是什么时候跟财务勾结在一起的。 他们趁着离婚拉锯站进行的时候, 偷偷转移了公司大部分资产, 几乎掏空了公司。 幸好沈济是我的老乡时, 暂时压下消息没有上报, 并将这件事私下里告诉我。 但他帮不了我多久, 如果一个星期内我不能解决问题, 公司就要面临破产, 而我身上也会背负数条经济罪。 怎么会这样呢? 无奈之下, 我又调出了周子森的电话, 我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拨打这个号码了。 电话没有接通, 无论拨打多少次, 无论换成谁的号码, 都没有接通。 难道他早就写款潜逃了? 我果断驱车前往他们的住所, 里面早就收拾得干干净净, 所有居住过的痕迹都消失殆尽。 两个亿的亏空, 一周的时间, 我要怎么才能补得上? 我沉默地回到公司, 满身疲惫。 沈总, 谢总过来找你, 让他进来吧。 谢晨走进来的时候, 我正闭眼揉着太阳穴。 发生什么事了, 他本来是高高兴兴的样子, 一下子就变得严肃起来。 周子森转移了公司资产, 现在找不到人。 我只有一周时间, 但我, 毫无办法。 公司是我的心血, 是我数千个日日夜夜的操劳, 是我无数次掉着水的坚持。 我一直看不起周子森, 因为他十次决策九次失误, 因为他好吃懒做, 好意务劳。 没想到我最后会栽在他手上。 我捂着脸, 眼泪悄悄从指缝里流出。 一阵温暖靠近了我, 我落入一个富有安全感的怀抱。 多少钱? 我帮你先补上。 两个亿, 你帮不了我。 谢尘也沉默了。 我忽然开始觉得冷, 身子控制不止地颤抖起来。 给我五天, 我能凑够钱。 你先用钱把亏空补上, 然后我们再找周子森。 事情一定可以得到圆满地解决的。 两个亿, 你怎么凑? 我可以抵押我在集团的股份。 你疯了, 我猛地抬起头来。 你, 没必要为了我这么做。 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 没有今天的谢氏集团。 无论如何, 我会帮你度过这次的难关。 他温柔地失去我的眼泪, 笑得暖洋洋的。 我不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 只能呆呆地看着他, 任由他轻轻抚摸我的脸颊。 谢尘说, 他创业是我资助的。 在他大学毕业那年, 他和最好的兄弟一起合作, 准备大展宏图, 却被兄弟背后插刀。 那人卷走了他所有的钱, 不知去向。 恰逢谢尘母亲重病, 手术费, 医药费极其昂贵, 对于当时的谢尘来说, 与天价无异。 那年, 我的事业刚有起色, 回母校做讲座, 并打算助力一些 学弟学妹的创业梦想。 我给了谢尘一大笔钱。 他用这笔钱支付了医疗费后, 用剩下的钱 创办了现在的谢氏集团。 有能力的人在绝处 也有逢生的办法。 他说, 这么多年他一直远远关注着我, 又为了不给我带来麻烦, 一直避免与我有交集。 但我也能料到, 这些年他应该帮助我 解决了不少困难。 虽然当初的确是我帮了他, 但他这次帮我的代价太大了, 我没有办法心安理得地接受。 执意, 我相信你能找回周子森, 相信我们能完美度过这次的难关。 谢尘不断地安慰我, 不断提出解决办法。 他如此相信我, 我有什么理由不振作起来? 周子森, 我一定会彻底解决这件事, 让你付出代价。 拆了东墙, 好不容易才把西墙补好, 我马上就遇到了 拿周子森补东墙的机会。 杨静再次主动联系我见面, 见面的时间很晚, 地点很天, 要求是谁都不能告诉。 他全身黑地打扮向我走来的时候, 我差点要报警了, 摘下口罩帽子, 他的脸上是难掩的苍白与憔悴。 我递上一杯水, 他喝得很急。 你还好吗? 不好, 一点都不好。 我看见他的小腹已经十分平坦, 身体又十分虚弱的样子。 是刚生产吗? 恭喜你, 是个儿子吧? 是, 只不过是个死胎。 他很平静, 从表情到语气。 只是这画像一枚 扔进水池的炸弹, 使水面再也无法保持平静。 之前没有查出来吗? 宝宝是健康的, 都是那个老巫婆, 是她, 是她杀了我儿子。 她咬着牙不断重复这句话, 像丢了魂一样, 眼神一点光都没有。 上次听了我的话之后, 杨静虽然心中没有任何底气, 却始终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 我与周子森彻底断绝关系之后的第二天, 他就得知周子森转移资产的事情。 于是他重新燃起希望, 相信以后会过上好日子。 未曾想到, 周子森从来就没有打算娶她, 甚至这次远走高飞的计划里, 都没有打算带上她。 周子森从来就没有在乎过杨静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只是周母舍不得孙子, 但他们的离开刻不容缓, 所以她在杨静的汤里偷偷加了催产药, 打算留子去抹。 不知道那药是哪里来的, 催产确实有效, 但是生下来的是个死胎, 母体也因此元气大伤。 周母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一直囚禁着杨静, 想尽办法折磨她。 她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偷偷溜出来, 联系我是因为她希望我帮她。 我为什么要帮你? 我现在的情况不也算是败你所赐, 你有今天不过是就由自取罢了, 是,我活该, 我做了错事。 当初你劝我回头, 我还执迷不悟, 我很后悔。 她站起来向我鞠了一躬, 我就坐在那里, 坦然地接受了她的道歉, 看见她凉呛了一下, 也没有任何要福的意思。 我找你帮我复仇, 不仅是为了我自己, 也是想帮你, 希望你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 帮我, 帮我干什么? 帮你拿回属于你的资产, 我们理应外合, 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周子森那么无能, 他比不过我们的。 我看着他满脸的恨意, 心中唏嘘不已。 也许, 他曾经是真的很爱他, 如今, 却又爱生恨。 这满腔的恨意燃烧着, 不仅点燃了他自己, 也要烧死周子森, 和他母亲才罢休。 杨静真的是个有能力, 有手段, 又十分能隐忍的女人。 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 居然重新获得了周子森, 和他母亲的青睐。 他时不时会用周子森的手机, 给我发一些对我有用的情报, 就像当初给我发那个改变一切的视频一样。 我根据杨静给我的信息, 我持续追踪着周子森的轨迹, 同时找人查询了那笔资金的流向。 一个月后, 两个亿的资金, 每一分钱, 我都查得明明白白。 整理好周子森非法转移资产的所有证据, 我将这些东西一并递交给审查机关。 没过多久, 他们就派人抓捕了周子森。 拉拉扯扯一年多, 我终于把钱尽数追回, 一并还给了谢臣。 杨静在周子森被捕后起诉了周母, 周母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一切都尘埃落定。 我本来想请杨静来我的公司继续打工, 被他拒绝了。 他去了一个贫困山村做义工, 专门照顾留守儿童。 我做了很多措施, 也遭到报应。 但还不够, 我将用一生来赎罪。 现在起来那段时光, 已经恍若隔世, 所有的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这几年, 我们和谢氏集团达成了深度合作, 持续在互利共赢中陪伴成长。 谢氏依旧实时来我面前刷存在感, 但他不会给我局促的感觉, 他给了我充分的尊重与自由, 还有十多年没有的美好心情。 所以我决定接受他, 给他一个机会, 也是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 我不应该就因为一段失败的情感经历, 而对所有的感情失去信心。 我相信生活里更多的是阳光, 即使是下雨, 也终究会有雨过天晴的时候。 听见敲门声后, 我抬起头, 便看见我的小太阳 探出头来朝我温暖地笑着。 我接过他怀里的玫瑰花, 然后给了他一个深深的拥抱。